这次地震当中花莲北区有两座步行路桥被震歪了 像是跨越七角穿西的路桥 桥面及桥上凉亭严重歪斜 另外跨越美伦西的景观步行桥金华桥 则是被震出将近一公尺的位移 不仅拉起了封锁线 就是进行的封桥要确保人行的安全 远看路桥整体呈现倾斜 桥上的凉亭更是明显 从屋顶到柱址整个都是歪歪的 民众看了心里实在也是怕怕的 这是跨越七角穿西的一处步行路桥 连接花莲市南兵公园 跟吉安乡东昌污水加压站 不敌三号抢震 整座桥竟然被震歪了 担心民众误闯发生危险 远景也前往拉起封锁线 受到地震影响的 还有跨越美伦西的景观步行桥金华桥 这边就看得到 它实际位于的距离 大概有将近一米 一米的宽度 原本是靠其这个水泥砖瓦这边 它现在整个往左边 整个往东边的方向移动 跟着当地里长的脚步 实际来到桥头位置查看 出现将近一米的位移 经过会刊已经封桥 两年前金华桥才进行过部分整修 这回还是不敌强政威力 现在县府也启动桥梁检测工作 包含这个国福大桥 或者是这个美伦西桥 或者是这个金华桥 那有一些 比如说有一些看起来是 上面的这个 这个钢梁焊接处断裂 或者是有一些深缩缝高低落差 桥面板高低落差 位移的情况的这个部分 未来我们会朝向这个 争取这个灾害附件的这个经费 来办理附件 确保桥梁安全 花莲县政府针对花莲市 还有吉安乡以及收封乡等地 进行桥梁检测 也针对桥梁发生的问题 争取经费 确保安全第一 记者综合报道